家裏沒有焗爐就做不到蛋糕 誰說的 用伊瑪牌磁虎1.5公升 白瓷內鍋快絲羅緝西絲煲 就可以做到鬆軟又好吃的蜂蜜蛋糕 首先我們選擇無水蒸焗模式 加少許牛油預熱內鍋 之後用大碗加入蛋黃和砂糖攪勻 再加入蜂蜜 攪到開始變淡黃色 再加入牛奶和菜油攪到均勻為止 之後我們分兩至三次 慢慢加入已經篩好的麵粉 繼續攪到無粉粒為止 然後到蛋白了 用打蛋器把蛋白和砂糖打折起來 再分三次加入蛋黃糊一起攪勻 我們可以看電飯煲了 將融化的牛油平均掃在內鍋 加入剛才做好的蛋糕壺 然後我們將內鍋拿出來 再輕輕敲在桌面 然後我們關上蓋 焗50分鐘就可以了 伊瑪牌前古快絲羅緝西絲鍋 有多種功能 只要有靈感 很多菜式都可以做得到 蛋糕焗好後 用牙籤夾下蛋糕表面 如果沒有麵糊在上面 就可以拿出來了 然後我們慢慢將內鍋倒轉 將蛋糕倒扣出來 讓它攪冷 就可以開甜品Party了 根本身保佔 豆腐片 我們都可以做的 試lit 最火的 吃飯 冰水 做辦法 請十分vy 吃飯